我信主今年三十多年 然后呢 我是92年1月份受洗的这样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可能从来没有在圣诞节 跟大家分享过信息 因为每次到了这个关键节日的时候 都是请牧师这个 在主持这样的聚会 那我们以前在山上聚会的时候 都是跟美国进行会一起 他们每次圣诞节就安排得非常的热闹 今天刚才听到很多的大学读书 都回到我们当中 这个非常的感恩了 这个是圣诞节的确是一个 是一个家人在一起 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叫做弥赛亚来了 那弥赛亚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就是基督的意思 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这样 那昨天晚上呢 在我们家呢 有小家的聚会 那今年比较特别呢 就是因为我呢 我自己 我跟丽如两个儿子 老大结婚了 然后呢 今年呢 他们本来安住呢 我们老二 昨天就应该回来了 结果呢 飞机cancel了 所以说 所以我们就 大概头一年 Christmas Eve 没有任何一个 我们自己的孩子 在我们身边 这样 那感恩呢 就正好有一批的这个年轻人 小家里年轻人 到到我们当中 我说呢 你们的一个首要任务 把这个圣诞树 给我们搭起来 因为我 我们这个树呢 是大概二十年前 这个 圣诞节之后 Garage买的 一个塑料的树 这样 跟了我们二十年 这样 然后呢 这个他们就 就 这个年轻人就非常的热心 就把它搭好了 我说 我搭好了之后 有两个要求啊 第一个呢 灯一定要亮 第二个呢 那个上面那个star 就是这个心啊 我看看 大家看得清楚吗 这个 我说 那个东西一定要摆正 结果呢 三个小弟兄上去 折腾了好久 歪歪斜斜的 最后有个姐妹 还是心灵手巧 把她摆正了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 一起 一起有吃饭 然后交通 谈过去的一年的情况 然后天黑了之后 他们就去 出去看灯 去Santa Fe 那个 那个plaza吧 好像 我说我要准备 今天的信息 我就不去了 然后我在 送他们离开的时候呢 我就在我的这个全院 就 仰望星空吧 这个 不知道昨天晚上 有没有人看一下 天上的星星 大概什么样子 年轻人有 是吧 所以 这个 年纪大的 怕冷都在家里面 我是因为是 学天文的 所以时不时呢 会 会看一下天上 这样的 这个 这个对我很有帮助 我也鼓励大家去 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那 因为我在 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 就一直是 比较有感动的 经节就是 出自于路加福音 第二章 我还是 还是 我 我请这边的人 帮我们念一下 好不好 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OK 你 看得清楚的 帮我们念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当那些日子 奥古斯都 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 都报名上策 这是 居里流 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 报名上策的事 归各城 报名上策 约瑟也从 加利利的 拿撒勒城 上犹大去 在大卫的城 名叫 伯利恒 因他本是 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玛利亚 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 玛利亚的身孕 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 没有地方 这一段经文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圣诞节 我们常常 读这样的经文 那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这个距离 就有点像是 从老Solomus 沿着Rio Grande 到阿伯克克 大概就这个距离 那加利利 大家如果去看 这个地图的话 它其实就是 约旦河一直往北 稍微偏西一点 是一个加利利湖 有时候圣经翻译成 加利利海 但是大概就那个意思了 然后沿着约旦河 那这个地势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但约旦河最后 注入死海 就是一个 就是低于海平面 大概1400多尺 OK 然后到了这个 他们那个时候 一般都是沿着这个峡谷 走到耶利哥城 然后右转 就开始爬山 爬到现在的耶路撒冷城 就有点像是 如果从老Solomus 沿着Rio Grande 走到了阿伯克克 之后开始爬这个 不是左转 左转去爬这个 Sandia Mountain 对吧 西瓜山 那这个呢 所以当时呢 圣经中记载呢 他们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玛利亚产期 已经重了 所以说应该是说 怀孕 马上就要生孩子 然后要走 这么几天的路程吧 其实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这样 然后呢 就到了第二段的圣经 就生了孩子之后呢 我们请这边的好不好 这个看得清楚吧 这边的年纪稍微 稍微比这边 平均年纪大一点 我们一起来吧 在玛利恒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根刺 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 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过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至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 这段圣经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讲到 在 在伯利恒 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 约瑟和玛利亚 他们 从加利利到 大魏的城 因为那个是 他们属于犹大支派 在那边要报名上策 然后呢 在伯利恒的旷野呢 所以对不起啊 我这个讲到 好像非常不属灵 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就想说 伯利城的旷野 牧羊人他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看守羊群 但在想象说 在公元 就是一年的 一年的时候的话呢 那个时候 灯光不太 不太普遍的 OK 所以说他们 当然解禁家 有不同的观念 是说他是 到底真的是 12月份 这个我们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 圣诞节的 这个 这个耶稣的出生呢 还是说 更是 三四月份 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从学天文的角度 你去想说 三四月份 在伯利恒的旷野 去看到的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是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不见得完全准确 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就是说 这底下是个旷野 那上面 这个 耶路撒冷的 纬度大概是 三十多度左右 是可以看得到 银河系的中心的 当然不是全年看得到 大概 大概九个月 能够看得到吧 所以 我猜想了 当时的牧羊人呢 就是一边在 我想的比较思议化 一边在牧羊呢 虽然很辛苦 但是他躺在地上的时候 看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呢 为什么看星星 对于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对于 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说 尤其的重要 待会我会跟大家 稍微解释一下 那 我们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 读到这段的经文 这个牧羊人 是经历了一个神迹的 所以我 我昨天晚上在想说 这个 这群 高高兴高采烈的 年轻人都跑去 这个地方看灯 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 天使 向他们出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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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对他们说 这个牧羊人 他们 一部分是他们的工作 辛劳 但另一方面呢 天使出现了 先是出现一个天使 这个 有主的荣光 伴随这个天使 出现的 主的荣光 就四面照着 这些的牧羊人 然后呢 这个 天使呢 就跟他们 讲了 一小段话 他说是 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光乎万民的 换句话说 我们也在里面 这样的 然后在大卫的城里面 就是这个 伯利恒 为你们生了救主 然后呢 他又加了一句话 这个 这个又有一个名称 就是主基督 这个 他 他这个词呢 其实是两个词 一个是Lord 主 一个是基督 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 这样 那这个 然后 深怕这个牧羊人 还没有搞清楚 怎么回事 或者不相信呢 然后就同时出现了 有一大堆的 中文把它翻译成 天兵 好像是 那其实是 就是一个 一群的天使出现 然后呢 就赞美神 说呢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个 这个神迹呢 我们今天读起来 好像很有诗意 但是对于当时的 犹太人来说呢 是 是 意义是非凡的 这个 我们讲到说 他用了 天使用了这个词 叫做 主基督 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对这样的词的话 他们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因为我们 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 因为 已经有 至少 至少一个500年 对不起 这个 cover了 就是 大概500多年的历史呢 以色列人的先知 就一直在说呢 他们在盼望 这么一个弥赛亚的出现 然后 解经家 有些时候甚至会说呢 其实 以色列人的历史 还不光是这 这500多年的时候 他们就在盼望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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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赛亚的出现呢 其实可能 更早的时候 从历史一开始 他们就一直觉得 这个属于他们的神 这个拯救他们的神 这个 这个呼召他们的神呢 一直有他们 对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安排 一直 会 会带领和保守他们 所以这是他们 长久来的一个信念 我如果请大家思考说 在以色列人的 整个的历史里面 当然他们是写了 《创世记》 从旧约一开始 第一个生的孩子 是谁 该隐 这个该隐的时候 大家去看这个 圣经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那人就是亚当 和他 其实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了 生了该隐 他给了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 耶和华 是我得了一个男子 I've gotten a man child with the help of Lord 这个 这一句经文呢 虽然很简单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一段的经文 因为在这之前呢 发生了一些的事情 就是在 在《创世记》的前三章里面 记得特别是第三章 那因着 亚当夏娃的犯罪 然后 神就 对 蛇说呢 他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会 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 要伤他的头 蛇的后裔 要伤他的脚跟 然后 他同时又 对夏娃说呢 他会 有生产的苦楚 当然 他会繁衍很多的后代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的认知底下呢 就生出了感应 那 或许 在当时的这个 亚当和夏娃的这个观念里面 他们就盼望着神 会给他们生一些的后裔 能够改变 他们 所要面临的挑战和情况 但是 大家都知道该隐的故事 第一个 人所生出来的孩子 就成了 murder 是吧 谋杀他人 谋杀自己亲弟弟的人吧 所以 从那以后 其实整个 犹太人去想他们的历史 和跟神 跟他们的这个互动的 整个的历程当中 其实是 有很多的心酸 和不容易在当中的 但是这个 这个 希望 一直没有改变 因为神在 第三章的时候 就应许给他们的先祖 这样 然后 故事快转 到后来呢 就到了 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亚伯拉罕生活的地方呢 跟这个 我刚才说 这个伯利和牧羊人 生活的地方 大概 因为以色列不大 上下可能不到一百英里 这样 就像我们这儿到 到老沙伦 看的星空差不多了 OK 所以说呢 那 神从 跟亚伯拉罕的互动里面的时候 就 告诉他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秘诀吧 或者一段话 他说呢 他跟他立约之后 他就跟 亚伯拉罕说呢 你不要不信 你跟我出来出帐篷 带着他出了帐篷 他说你抬头看这个 天上的星星 他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了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圣经上说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呢 耶和华就 就以此为他的义 所以 这么一个 神的当时的应许和 打的一个 不能说是比方吧 就是 一个印记 一个记号 说 以色列人 你任何时候 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 或者 他还有一句话 就是数着 海边的沙的时候呢 你就常常想着 我从一开始 就给你们过这个应许 说 最终有一天呢 我的话一定会成就的 你要数算 就像天上 你数不过来这样的星 海边 你数不清楚这个沙呢 我要给你 这些的后裔 当然这是一种 形象的描述 但是这样的一个 应许吧 以色列人就记住了 所以说呢 这个 在Tri-G的时候 摩西 跟耶和华神 互动的时候 摩西就说 这是当初你应许的 这是在山上 这个 以色列人在山下 干牛犊犯罪 但是呢 摩西在山上 神很生气 摩西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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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初是你应许的 然后到了生命纪的时候 摩西快 快被神接走了 然后呢 他又告诉以色列人 这样 然后历史历代 包括到了大卫王的时候 在历代纪上 他又提醒以色列人 说 这个当初神是这么应许的 所以呢 以色列人看星星 天上的星星 和看海边的沙呢 跟我们现在看呢 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 因为耶和华神 从一开始 就给他们带有这样的应许 然后再往下看 到了 这张图呢 是我在网上截图下来的 这是一个 据说是真实的 这个又发拉底河畔的 这个西洋 照下来的 那到了这个时候呢 虽然这个应许没变 但是到了这个 以色列人后来 因为违背神 被完全地奴走 先是北国被灭 后来南国被灭 然后最后南国到了巴比伦 做这个历史的记载 做为奴 七十年 然后在诗篇的时候呢 他就描述了 当时以色列人 在巴比伦为奴的时候 虽然一方面 看了这个风景是很美的 或许晚上看了的星星也不错 那这个两河流域里 这个是非常的富饶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们诗篇是这么说的 一百三十七篇呢 他说我们 曾在巴比伦的河边 坐下 一追想 西安就哭了 他们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採取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做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 西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 耶和华的歌呢 那这个诗篇呢 是在 诗篇总共有一百五十篇 它是一百三十七篇 就快结束了 那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说 那诗篇呢 是 大概是他们回归之后 把历史历代的这样的 收集的诗篇呢 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 特别是最后一篇呢 最后 第五本 第五卷呢 就基本上是很多丧行之诗 就讲到 鼓励以色列人 他们仍然能够恢复 他们的信仰的系统 依靠神的生活 那至于说有没有做到 那是 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但在那个里面 他们就提醒以色列人说呢 我们曾经是 因得我们的罪 被奴 到 然后 虽然景色很美 但是我们却是为奴的状态 被弃压的状态 他们仍然存在这么一种盼望说呢 希望能够借着 重新的回归到神里面 重新的恢复 他们的敬拜和信仰的生活 求神能够来拯救他们 然后一直到了 他们在回归的过程中的时候 这是离西米苏 那离西米大家知道是 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 可能最主要的领袖吧 或者至少之一这样 所以在离西米苏的时候呢 他们那时候恢复 恢复整个的这个 遵守律法 恢复宣读神的这个律法 给以色列人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包括最后又重新立约 那我在想说 有些时候他们在修补城墙 重新建立他们耶路撒冷城 有时候干到很晚 然后守着这个城墙的时候 抬头看星空 大概也是同样是 亚伯拉罕看的星空 这个人可以几百上千年 星星大概没有那么快变 那这个离西米记 他是这么记载的 他说 你也使 这你就是神 也使他们的子孙 多如天上的心 带他们到你所应许 他们列祖 进入得为地之业 为业之地 sorry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虽然仍回归到了耶路撒冷 甚至他们希望把圣殿 能够重新建起来 把城墙重新建起来 他们还是属于一种 殖民被弩的状态 就是因你们 就是你因我们的罪 所派挟制我们的 他们任意挟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 我们遭了大难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 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所以 那别的先知书里面 也有提醒以色列人说 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但这个呢 基本上是 大概公元前 三四百年的时候 大概以色列人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一直等着 直到 这个伯利恒旷野的牧羊人 就是我们最开始读的那两段的圣经 天使出现了 然后用了这个词说 今日在大卫的城 为你们生了弥赛亚 就是你们 这过去三五百年一直盼望 好 这是第一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呢 就是圣经上继续记载呢 继续在这个约翰 接近的日子 生孩子的过程 被称为 旧约是 律法是 就是四十天 你要 要洁净这样的 四十天之后呢 他们就 带着 牛泊 这个耶稣呢 就到圣殿里面去 因为按照律法呢 他们把投生的孩子要献给神 所以他们约瑟跟玛利亚都是非常虔诚的 信奉神的人 所以到了圣殿的过程中呢 就发生了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呢 我称他 也称他为神迹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说 在耶稣撒冷呢 有一个名叫西面 西面的人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树长盼望 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所以他描述了 有这么一个人 叫一个男的 西面 然后呢 听起来像是老人吧 然后呢 就是他后来就碰到了 约瑟跟玛利亚 带着耶稣到圣殿来 西面呢 就用手接过他来 称颂神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 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名 以色列人的荣耀 好 那他 当然他后面 还有一句话 我们就不念了 所以 在这里面呢 他就讲到这个 这个老人 就是又公义又虔诚 他素来盼望 以色列的安慰者的话 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然后他 可能牧羊人的经历 他不知道 但是圣灵告诉他说呢 今天这个 在圣殿里面 来奉献 来献给神的 这样一个婴孩呢 就是 我所立的弥赛亚 然后他就 hold him 就是接过他吧 所以这个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 然后就在 他就发出这个预言 就说呢 他说 我一方面看到你的救恩呢 但是呢 这个人也是为万民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边人的光 又是 你名 以色列人的救赎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圣灵借着 借着西面先知 所讲出来的话呢 就把耶稣的身份 是关乎 不仅关乎以色列人的救赎 也关乎万民的就 外一帮人的光呢 就很明确的表明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呢 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个女先知 名叫 Anna 就是亚拿 以英文名字叫Anna 是亚瑟支派 法内利的女儿 法内利是有她的一些 特别的含义的 我们就 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查 然后她年纪已经老迈 然后呢 她结婚后来寡居了 然后已经84岁 并不离开圣殿 尽时祈求 昼夜 侍奉神 正当那时 她进来 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 对一切盼望 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讲说 所以这里面呢 也讲到 她是一个 一个姐妹 也是一个先知 然后也是一个 全程 不离开圣殿 尽时祈求 昼夜 侍奉神的人 然后呢 她也把 圣灵感动她 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呢 分享给周围的人 所以 我想 借着这两位先知 圣灵的工作呢 也让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这个奇迹呢 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来说 也是一个 意义非凡的事情 因为 当时 李世列人 虽然他们的专注 还是在他们自己的 拯救当中呢 但是到了 到了西面和亚拿的时候 当他们真正看到耶稣 这样奇迹般的诞生 然后被奉献给神的时候呢 神就让他们发出这样的预言 他的诞生是关乎我们世上 所有的每一位的 所以 后来使徒约翰 他跟随耶稣 做耶稣的门徒 明白过来 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就成了我们今天 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真理 就是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真是赴独身主的荣光 好 一晃 两千年过去了 我有时候想一想说 犹太人 我们比犹太人还辛苦啊 这个犹太人大概等了 少说五百年 多说可能一千 一千五百年吧 我们一晃两千年 当然我们是跟他一起等了 OK 至于他 那 我在回想这个过去 2022年的时候 当然2022年的 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 我们昨天晚上小组 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还挺有感触的 只有少数一两个 过得非常的幸福 剩下十来个呢 都或多或少 这个 或多或少 是有不少的感触 这样 然后 而且 很多人的分享 还挺深刻的 就是 是真正进入到 人生的反思吧 这个 当然比较幸福的 你像恩惠 他毕业的时候的名言 就是说是 以后不再 对不起啊 我又把你揪出来讲 以后不再做小孩子了 我说你这半年 是不做小孩子 怎么样 他说真的 他是这个 成熟很多 的的确确 感到神 在他身上很多的恩典 那 当然我们 回想过去这一年 我不知道大家的 那可能 世界局势 有很多的变动 然后自己的生活 身体等等吧 我就 注意到这么一个 注意到这么一个 这个 雕塑 这个雕塑呢 是在联合国的 这个 楼前面 大家可能 看不太清楚 这个雕塑呢 是 苏联 在1959年的时候呢 这个 作为礼物 给联合国了 然后 他就选了一段经文 选自以赛亚书 这以赛亚书 是二章四节 是中文这么翻译的 他们要将 刀打成梨头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长家伙 这个 然后呢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 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前苏联 1959年在 大概冷战期间吧 我们不打仗了 然后呢 就 弄了个雕塑 送给联合国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2022年 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以呢 这个是乌克兰 他们当然是 东正教 那东正教呢 从某种意义上是 基督教的老大哥 他甚至认为 比天主教还 还Original 那当然我们新教 就更往后靠了 OK 那这个是他们 大概 往年这个 圣诞节的时候的情况 这个呢是 现在的这个情况 包括昨天 还有新闻报道 这个俄国去 当然是 有一些人是希望能够 能够 Christmas期间休战 能不能达成 不知道 所以我说觉得是 有点讽刺意义 OK 就是 在一定程度上 东正教 我本人是觉得 他们在很多的 我本人基本上认为 他们还是基督教 就是 那 他们 在 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能够 影响了人心 影响了整个 俄国吧 或者是当年 苏联的操作 直到今天 我们 在看 我们在2022年 在2000年下来 还在 还在继续等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 作为基督徒 是怎么样真正 来遵循我们的信仰 那 另一个 当然也是牵挂 我们很多的这个 就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家 最近的这些的情况 那 我心里也很紧张 因为 我父母也在那边 然后也都生病了 所以呢 那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除了祷告 祈求 所以 我在回想 过去这一年 朱建牧师 很多次讲到 大家都 都听到了 对吧 所以 从某种角度上讲 他讲到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 很 很关键的心愿吧 就是说 我们千万不能倒闭旷野 我们千万不能倒闭旷野 大家同意吗 OK 这个 我不知道年轻人是怎么 对他这样的信息是反映的 我们这个年纪的 听他这么讲呢 其实是很 是很关键的 很根本的提醒 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到美国来求学的时候 神拯救了我们 然后我们就 爬这个天梯 我们就跟随神一直往前走 我们一直走这信仰的路 我们第一代 然后 就像当年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很多出了埃及 他们希望能够进迦南 当然以后有机会 我可能也跟大家交流一下 搞不好 我们更像是回归的那一群 我们 进过迦南 看过教会 经历过神的荣耀 然后 现在可能 不知道去哪去了 希望能够回去 那 所以 我们 不管是 称他为不倒闭旷野 还是称他为说 我们能够回归 能够重新 见到神的荣耀 和参与在 神的整个的这样的 大的国度当中的时候 这个是 整个过去一年 是注目的 很多的信息 是不断地提醒我们 要来反思这样的事情的 因为 我们日子可以 很繁忙 我们日子可以 看起来 有些时候甚至也很精彩 但是 我们千万不能够 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 drift away 这样 那 两千年下来 的确是不容易的 因为不管我们是从看 教会的历史也好 或者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好 这个为什么 俄国跟乌克兰打仗 欧洲很紧张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从欧洲大陆开始 所以这个 这个 最终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最终这个 民不聊生 都是 都是老百姓 所以 我一直是觉得 那欧洲又是作为所谓的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很重要的发展的地方 我们华人在将来的这个时代 当我们人数越来越多 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信主的人数越来越遍布到世界各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 be different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种 一个不同的组 这个其实是我在回应 注目的这一年的这样的信息说 我们不要倒闭旷野 我们就干脆说 我们不会倒闭的 我们不仅不倒闭呢 反而能够参与到更多 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当中 所以问题不是会不会倒闭 问题是能不能更多的去参与跟建造 对不起啊 今天趁他不在 我们把议题换一下 那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觉得有这样的盼望呢 因为我觉得神就像以色列人看星星 或者看海边的沙呢 他的感觉会很不一样 那同样的这个我们若领受了 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至少在属灵上领受的话 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世界 这个发展之快 是古人所不可想象的 但仍然呢 我觉得神的应许不会因为 我们人的科技的发展 人的思想的转变 而带出任何的不同 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我读研究生的这个学校呢 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 就是62年的时候 肯尼迪总统呢 去了我那个学校 就是我读博士这个学校的Rice 然后呢 今年是他们60年的这个纪念 他呢 在那个学校呢 发了 就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讲 这个演讲呢 就是说 美国人要去登月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OK 就知道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这个 因为在那之前呢 是苏联先 有宇航员绕地球转了 这一下美国人就紧张了 然后这之后就 就非常快地发展 这个他们的空间的 Space Program 然后呢 最后他们就 目标就是说 我们要第一个登月 这样 这左边这个图呢 是昨天这个 哲林造的是吧 对不起啊 这个这个是夕阳 这个一小点点啊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月亮 我有一次 我们两个孩子 还比较小的时候 我在我们家的后院 那个月亮非常亮 就是傍晚的时候 就看得见 这是一个 你好 我就把他两个叫过来 我说 我说 David Andrew 你们能不能够想象 说从我们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后院 哦 都会跑到这个 这个月亮上去 然后过几天之后 再下来 OK 所以说这个 那是六几年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他当时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演讲 非常的 inspirational 激愤人心 OK 他有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这美国人 当然除了记得 他是 他就说 我们准备登月了 后来果然 没出多久 就真的登了 OK 他有一句话 非常 在在在美国人的历史里面 就留下来了 我们要登月啊 不是因为它容易 而是因为什么呢 可是它还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我是因为太难 因为因为那个时候 能够把 把活人送上去 然后能够 下来 然后在 在月球上 跑一跑 然后还 就活人再回来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 六十年代 OK 所以在 我们在等 这两 两千年 还在继续等 我们 我讲 in case 大家不知道 我说在等什么 就是圣经所应许的 就是说 这个 弥赛亚会再来 那 他是不是 哪一天 突然 在我们在 看灯的时候 又出现了 不知道 但是呢 在等 整整 这两千多年 或者以后 还继续在等 你说是什么样子呢 就像 祝母给大家强调的 我们做基督徒 然后 持守我们的本分 参与在 委身在神的国度当中 委身在神所赐个我们的教会 小组和我们的 所说的使命当中的话呢 不是因为容易 because it's difficult it's really hard OK 那 彼得在他 快会天家之前 他就 规劝 他所牧养的这些教会 他说呢 唯有你们 他当然这个信到后来 成了我们今天 每个基督徒都读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诸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找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我这个是用了一个 世界地图 那 在COVID期间 我觉得 回过头来看 其实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当然在这个 我不知道在南极州 有没有华人 有华人科学家去过 这个我知道 但是呢 这个居住在那不知道 但是剩下的 所有的州 都有华人 而且 据我的了解 所有的州 都有华人教会 现在 那 我自己也有机会 参与到一些当中 然后我也知道 别的一些的华人牧者 参与到其中 那我有时候看一看 这个地图 想一想说 比方说在 大洋洲的 那个岛上 有一个华人教会 但是呢 他们很追求 他们希望说 他们好好装备 能够把当地的教会建好 不管是移民来的 还是来 来 来 来观光的 能够有教会去 在这个 非洲 这个 有劳工去 华人劳工去 他们也希望在那边 建立一个属灵的家 让他们能够在那边 也能够看到 能够蒙拯救 然后知道说 人生有个不同的意义 跟可能他们当初 去劳工的时候 想法是不一样的 等等等等等等吧 所以说 那包括在北美洲 南美洲和亚洲 那当然就更多了 这样 所以 我是觉得 就像西面 他可以 我不知道他多少岁 我们就说他八十岁好了 一直在那样的 等啊 努力啊 他也不知道说 因为在他的先祖 等了五百年 但是呢 他继续等 所以 按照 圣经的话讲 就是又公义 又虔诚 树来盼望 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所以今天 如果把这样的话 放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又公义又全神 树来盼望 弥赛亚能够再次的来 得圣灵的启示 那这里面 还有这个 亚拿 安娜 老姐妹 离不开圣殿 那个时候就是 离不开神 离不开信仰的 整个的系统 进食 祈求 昼夜 侍奉神 所以这背后 意味着 顺服 意味着信心 意味着 discipline discipline 不能叫守纪律 自律 然后 意味着 dedication 就是这种尾声 而且它 同时意味着 anticipation 意味着一种盼望 由衷地说不出来的 不能够被外在的艰难 挑战 压迫所熄灭的 这样一种 一种 愿望 是一种 盼望 来自于神 然后 体现在他们 公义 虔诚 和 敬拜当中 这个其实就是 在描述一个 可以等一生 等几百年 等几千年的 这么一个 属神的族群的 一个生活状态 我们处理 每天我们也 所要面临的挑战 不要忘了 神给我们的 这托付 还有就是 他 每天看星星的时候 或者去海边 河边看到沙的时候 知道说 神有应许 神有应许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应许 不断一代一代地传给 神带到我们身边的年轻人 下一代 让他们也 能够过这样一个 过这样一个顺服 有信心 有自律 有尾声 心存盼望 然后 公义全程和敬拜的日子 最后 就像在启示录里面 耶稣自己说 他说 我耶稣 猜浅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诚心 OK 这是 这是为什么 我跟年轻人讲 不管怎么样 这个心 你一定跟我点亮 我感恩节的时候 去休斯顿 我们全家在那边团聚 然后我就去拜访 我的老牧师在那边 他今天八十多岁了 台湾人 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呢 他在一个很大的 一个华人教会 做华人牧师 就是华人 他是一个多语言的 大华人教会 他是做中文堂的牧师 他就提出来 他说呢 他说我想提早退休 干什么呢 他就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去宣教去了 大家可以猜得到 他哪个国家 然后呢 结果在那个国家 在宣教的时候呢 后来查出来 得了癌症 然后他就继续 他就回来治疗之后 又回去这样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癌症 第一个癌症 大概surprise了 差不多 第二个癌症又出现了 医生说呢 你就还是回来 当然你可以再回来 再在美国生活 所以他就后来 还是在那边就回来了 这样 回来呢 继续在当地的教会 在网上这样的服侍 然后他那天就 我是主日聚会之后 跟他一起去交流 这样 他抓着我 他说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 说我大概在读什么 你最近就想什么事情 我大概在想这些事情 然后我有时候 后来想一想很感慨 因为那时候 那天正好天气还不错 我们两个坐在 他八十多岁 他要晒得太阳 我说我不能晒太阳 我坐在阴凉里面 然后这个 就风吹过来 他这个 头发已经不是很多了 白发就被风飘起来 那印象给我很深 就是我想我们也都知道 因为我们信主 其实是 就是从港台来的那群的牧者 他们的faceful的这样的一个服饰 当然这个教会除外 是第一间这个叫什么来着 大陆背景的 但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 你来美国的时候 接触了别的 去了不同的地方 都有教会或者西人来服侍我们 这些就是 这些又公义又虔诚 这个顺服在神的这样的心意当中 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好还是坏 遇到的挑战是多还是少 他们一直觉得说 这个盼望一直存在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 拯救这样的一个国度的福音 传给神带到他们身边的人 那你我就成了他们的这个 结出他的果子 所以今天年末 虽然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很多动荡 让我们觉得不太能够把握的 不管是我们这边的经济的情况 我们家庭的情况 还是我们在国内家人的情况 还是世界的这些局势 但是耶稣他说 我耶稣要为众教会说这些话 就要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跟幼稚的后卫 我是明亮的诚信 然后紧接着第十七节 这个老约翰就说呢 圣灵和新父 新父就是教会 就回应这个耶稣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呼喊 就说 Welcome Come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我们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 我们不知道主再来 日期 但是耶稣在众多的时候 描述过他来之前的征兆 从这一点上 我们比犹太人稍微信服一点 我去查各种的旧约的圣经说 他们有预言这个征兆的时候 可能除了说世袭约翰出现之外 别的地方就很难看到一些征兆 但是耶稣在讲 他在来之前的征兆的时候 讲了很多 而且几乎每一个征兆呢 从很大的程度上 都对我们有 有implication 对我们有 有意义 就让 我自己去读那些征兆的时候 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是有很多的可以参与的 是有很多的是可以去 去 体会的 是有很多的可以去祈求的 所以 鼓励我们 借着这个 假期期间 能够回顾我们过去一年 神在我们身上 所带来的 让我们去体会的 同时也展望新的一年 我们可能仍然是处在等待的状态 但是一个是 Proactively waiting Eagerly anticipating 好我们 结束了祷告 恩主我们在 这个圣诞节的日子 也是你主日的日子 我们一起 依偎在你的面前 也俯伏在你的面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 就像当初 牧羊人 听到天使的赞美 也跑到伯利恒 去敬拜你一样 就像西面和安娜 他们在圣殿看到你的时候 Behold 你这位以马列利的神 他们也发出赞美和感恩一样 我们今天也在你的面前 发出赞美和感恩 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生命 你又是我们目的和意义 你也是我们方向 在我们人生 下一步往前走的时候 在我们作为整个教会 一起来领受你的心意和带领的时候 愿你厚厚地赐恩典给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知道 你仍然 渴求来到 回到我们当中 但仍然还没有到那一步 乃是有你许多深厚的心意 和计划在其中 愿意我们尾身 过一个公益和虔诚的日子 人待着满怀盼望的日子 不懈怠 专心地跟随你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也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的日子 领受你特别的恩典 谢谢主 祷告 仰望和感恩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下期负责的赐恩 下期负责的赐恩 下期负责的赐恩